接下来美国的这个选举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会产生 微妙的影响 因此他如果钱募得不够的话 而且当这个短期的效应 退选效应 开始比较消散了之后 他的这个造成运动 能不能持续下去 时间不够的 就简单地讲了 他应该真的是参考一下 我们当初被换柱的 那个时候的痛苦经验 你知道吗 我们就说 其实呢 这次美国大选 每一个事件 台湾都曾经有发生过 319枪击案 然后还有换柱的事件 所以那个美国 应该好好来学习一下 台湾的经验 而且Harris还有一点 你Trump就是一个重刑犯 我过去就是一个检察官 我检察官专门打坏人 是正义的化身 你不要认为这些东西 在美国不会造成影响 我觉得这些事情 后面还会慢慢慢慢去发酵 我个人是跟 许多人看法不太一样 我认为Harris将来的机会 我不能讲说他会 赢的机会绝对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跟Trump 一针长短 不会输给Trump 他现在有拜登退选效应 然后美国媒体 以及民主党的支持者 把心里面的石头 稍微放下来 那就是拜登的身体状况 然后在辩论的时候的表现 以及加上川普的耳朵 被刺杀耳朵被子弹穿过 那所以呢 就一定输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 拜登是一个这么 长久的美国政坛 长青术 也是表现很好 也是民主党的这种领导人物 一直以来 可是呢 这个会输的情况之下 是美国的政坛 这种输赢上下 其实很普遍 对不对 拜登是第45任总统 但是他们会觉得 是川普要回来 这个是对很多民主党人 是很难接受的 那现在 Harris贺锦丽 这个出来 第一个他年轻 第二个他是少数族群 第三个他是女性 然后他有他的从政的经历 从参议员到副总统 也有打过 就是全国性的选战 然后呢 又是现在拜登愿意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 基本上美国在开始进行一个 就是至少自由派媒体 在进行一个新造神运动 新造神运动 新造神运动 要把这个Harris 把他给塑造起来 成为美国民主党 美国的新一代的领导人 因为他的背景的多样 然后呢 他对于这些建制派 特别是民主党建制派 不管是从堕胎 移民经济 这个跟甚至外交 他基本上 有他的观点 那没有他的观点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败归贺水 或败归哈水 所以 翻译不同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这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本来就是 拜登的副总统嘛 所以拜登赫水 这个也是OK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新造神运动 开始你就看到 就是有一些媒体 在做民调的时候呢 路透也好 CNN也好 他就有超过 拜川普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从去年秋天开始 川普出来的时候 川普跟拜登 在全国性民调 一直都是川普领先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 那这个上一次 2000年的时候 拜登也都是一直领先 一趴两趴三趴 最后他胜出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 川普都一直领先 那现在换一个核心力 突然有一个改变 但我必须要讲 这个改变 可能就是这个短期的效应 新造成运动所造成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 全国性的民调 其实不是真的关键 美国不是在比这个票数的多寡 美国如果比票数的多寡的话 希拉蕊也当选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到后来呢 是这个关键州 所以他现在呢 第一个 他自己在这个新造成运动上面 可能要往前推 那第二个呢 他还是要面对他的短板 短板 他的短板就是他的政策 他的立场 他的掌握能力 他的认述能力 是过去这几年 我们看到很弱的 因为他接下来九月份 就要跟川普来进行 那现在可能会有两场 但我觉得他只会接受一场 不管是九月一号的ABC 还是说九月十七号的这个FOX 那我觉得他只会接受一场 那这一场呢 他能不能过关 这是个考验 那可是呢 川普希望能够办更多 越多越好 他过去的这些发言 不能总是笑 你继续真的就变笑王 对 我看到那个TikTok上面 他那个笑 真的是不太好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总统 似乎要再更严谨一点 不是只能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的短板 那要过这一关 那第一个呢 第三个呢 他要针对这个关键州 关键州 其实现在看起来 如果就算他赢了宾州 密西根 威斯康辛 还不注意赢 因为其他的这些关键州 摇摆州 乔治亚 然后呢 佛罗里达 阿里套 内华达 这几个加起来 如果目前看起来 川普还是比较有优势的领先的话 川普的票已经超过283张 那位只要270张 所以光是那个五大湖区 铁锈区的三个州 我觉得不够 所以第一个他的副总统要选谁 搭档 第二个他提出什么关键州的政策 第三个呢 他要花更多的钱去做广告 美国选举就是花钱 老师在这个贺锦丽呢 就说拜登退选之后 我们看到就说民主党的金主 很快的把这个钱立刻投进来 就他的速度相当的快 老师觉得这是昙花一现吗 目前都还是小钱 不到一亿美元左右 而且很多是这个小额的募款 那美国的这个 你知道上一次选举花多少钱吗 总统加上参议员 加上州长以及众议员 2020的时候 花了140亿美元 然后呢光是川普就花了大概7到10亿 拜登就花了大概12亿到15亿 个人呢 那他现在贺锦丽加上拜登本来有2亿 现在有1亿进来才3亿 所以我觉得后续他要能不能募到10亿以上 尤其你是现在只有一百天 而且你是新换上来的人 你那个大家对你的熟悉度 你的立场 因为川普可以攻你 拜登这个共和党可以攻他 所以这个钱 他没有到15亿绝对不可能 那能不能到15亿 我是抱着高度的怀疑 因为这些金主知道 这个钱撒下去可能没有用 因为赌盘跟就是这些市场预测 还是他认为他只有三成的机会 川普还是比较高 然后你看很清楚 你看看那些以色列 你看看那些乌克兰 你看看那些外国 他们怎么认为 接下来美国的这个选举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 因此他如果钱募得不够的话 而且当这个短期的效应 退选效应开始比较消散了之后 他的这个造成运动 能不能持续下去 时间不够的 就简单地讲了 他应该真的是参考一下 我们当初被换柱的 那个时候的痛苦经验 你知道吗 我们就说其实呢 这次美国大选 每一个事件 台湾都曾经有发生过 319枪击案 然后还有换柱的事件 所以那个美国 应该好好来学习一下 台湾的经验 我不得不称赞一下 这个杨永宇老师 杨老师真的是铁口直断 因为在两个礼拜前 在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他就说拜登会退选 就果然没多久之后呢 拜登真的退选了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 接种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杨永宇老师认为说 贺锦丽哈里斯 他的一个团队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 包含他的政见的部分 必须要再加强 但是我们也有人认为说 贺锦丽哈里斯 他的一个团队 其实非常的快速 在48小时之内 很快的就开始 把所有的这个 全部掌握起来 然后也做出了一些的回应 那再加上现在 有很多民主党内人士 已经开始这些大咖 出面表示要支持贺锦丽 那之前包含了 像是裴洛西也好 那最近的就是欧巴马 还有他的夫人 密雪儿 已经公开的说 要支持贺锦丽 你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 这个拜登退选之后 推贺锦丽出来 让原本大家会以为 这个美国总统 提早进入这个垃圾 美国总统选举 提早进入垃圾时间的 状况改观 那贺锦丽出来之后 虽然是有消息刚宣布 这个蜜月效应 但是确实就是贺锦丽的民调 是比拜登增加 包括在摇摆州 所以现在让这个选举的结果 变得没有那么的确定 但是现在对于贺锦丽来讲 他的挑战还是很大 最主要还是在 刚才提到的七个摇摆州的部分 因为在这七个摇摆州里面 其实七个摇摆州的民众 他们其实关心的是 经济跟移民的问题 但是拜登政府在这个 经济上面的措施 其实并没有让这些摇摆州 感觉到受惠 甚至于这些摇摆州认为 拜登在经济上面做得不够 因为像在华尔街日报 在三月份他曾经有个民调 这个民调的结果 七个摇摆州里面 这个川普是在六个 领先二到八个百分点 但是我觉得在这份民调里面 我最值得参考的是 这七个摇摆州 基本上对拜登政府的负面评价 都超过正面 而且都在十六个百分点 其中有四个州 更达到二十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贺锦丽上来 虽然她的因为她的一些 少数族裔女性的这样一个色彩 再加上她某种程度 现在可以凝聚就是美国国内 对于川普非常担心的 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 使得她的民调 现在感觉上跟 好像跟川普 势均力敌 甚至有些民调还微服超过 虽然都还在误差范围内 但是我们知道 关键可能还是要回到 这七个摇摆州 那对贺锦丽来讲 比较不利的就是 她必定是拜登政府的副总统 那刚刚前面民调所显示的 这七个摇摆州 对拜登政府经济表现的不满 到最后还是必须会 贺锦丽还是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因为包括川普在接下来的竞选主轴 针对这七个摇摆州 一定也是拿这个东西来强攻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贺锦丽没有办法 在摇摆州的支持率 再拉高至少五个百分点的话 这个选情可能还是后面 可能还是对她不利 但这也是目前传出来说 贺锦丽的副手 三个副手的人选 其实都跟摇摆州 有关联的一个原因 就她可能也在想办法 要强化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 第一个副手的人选之外 接下来在辩论中的表现 因为现在大家对贺锦丽 认为她口才很好 年轻 那再加上她感觉上 比较具有战斗力 所以大家现在会期待 她可不可以在下一次 总统电视辩论里面 能够扳回一层 甚至于压倒川普 那这也变成 接下来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观察点 好 我接下来 请教一下周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贺锦丽 她以前做过检察官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这次对上的川普 是一个重刑犯 在对上的检察官一个对决 那当然本来川普 她所有的战略策略 都是对的是拜登 但是因为突然之间 换了贺锦丽之后 想必就说 共和党这边 她也是要重新来 调整战略 那刚刚接中老师有提到说 她针对的是六个几个摇摆州的一个 七个摇摆州的一个经济的部分 但是整体来看 本来川普要对打的是 拜登这一个男性 然后年纪大的一个这个总统 但现在呢 他要换的是一个少数民族 然后呢又是这个女性 年纪比较年轻的 这整个策略是不是要重新改变 刚刚两位老师讲的蛮有趣的 尤其永明兄刚刚讲的 这319的相机案 跟着拜登的耳朵被打 另外一个 就是可能换柱的事情 现在又换了拜登退 我觉得还要加一个 再加一个 现在对人生的攻击跟谩骂 跟台湾的情况也很像 其实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 虽然说 美国的总统大选的制度 是这个每个 每个州的那个 代表人数来算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现象 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 第一个就是 Harris他的民调跟Trump 他的确他是有上升的 那也有赢过 By Trump的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你是一个刚出来的人 那Trump已经经营了这么久 你又是一个副总统 Trump曾经做过总统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忽略到 在美国里面的 种族的这种问题 所以你说 当然在黑人或者非白人的 这个种族的支持上面 我觉得贺锦丽会 会多隐一些 那另外我觉得妇女上面也会 是 尤其Trump过去对于妇女的这些 所犯的罪 然后他的一些延迟的态度 我觉得妇女对他会 支持Harris会有比较多一点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年轻人 年轻人 我为什么要支持一个这样年纪大的一个Trump 你很会讲话 但是你很会攻击人 你犯了这么多的罪 这么多的重罪 有多少的重罪 三四十项的重罪 其中有几项已经判定他有罪 而且罚了很多的钱 你还不是又是因为总统的这个豁免权 你才受到保护 否则你早就应该被关在牢里去了 你为什么可以跟美国民众不一样 那谁能够给美国带来未来 这跟台湾的情形也很像 年轻人选票会决定总统大选的选票 我从这个角度我去看 我又觉得Harris比较有希望 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再看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 真正的拜登时间是做得比较不好 经济是比较差 那美国一直都在讲 我们要支持一个好的总统 让美国的经济会好 可是美国的经济的状况 它是其来有志的 不是完全是因为拜登 那贺锦丽当然也可以学川普一样 我可以有许多好的讲法 不是贺锦丽本身要讲什么 他身边的幕僚不会帮他讲话 政治语言也可以出来 川普一直在攻击 拜登的经济政策 但现在已经换掉拜登了 现在换一个比较年轻的Harris 会不会有转变 当然会有转变 还有拜登另外一个攻击的 川普另外一个攻击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墨西哥边界 你没有办法围独好 贺锦丽你是负责这个围墙的 然后这个你没有做好 所以你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这个看不出来 更重要看出来是什么 国际上的问题 恶物战争你怎么解决 以巴问题你怎么解决 我看到川普在 在这个以色列 Netten Yahoo去拜访美国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Netten Yahoo在国会里面演讲 我如果记得没有错 我在巴勒斯坦 我在中东所打的仗 是代表你美国人来打的 我赢是你们美国人赢 我看到所有的国会的议员 站起来鼓掌 我输是你们输 我赢是美国赢 共同体 怎么会变成共同体到这种程度 那更讽刺的就是 联合国里面的法庭 跟国际的刑事法庭一样 都说以色列你错了 你犯罪了 尤其以色列你不可以进到巴勒斯坦 加杀走廊 他要以色列人去撤出来 我现在就看Trump 跟Harris两个人 对这个Netten Yahoo讲完的话 跟拜访以后 出来所做的发言 我觉得Harris比Trump要讲得好 我觉得他比较 略胜一筹 略胜一筹 而且Harris还有一点 你Trump就是一个重刑犯 我过去就是一个检察官 我检察官专门打坏人 专门打罪犯 你不要认为这些东西在美国 不会造成影响 我觉得这些事情 后面还会慢慢慢慢去发酵 我个人是跟许多人看法不太一样 我认为Harris将来的机会 我不能讲说他会 赢的机会绝对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跟Trump一针长短 不会输给Trump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